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继续出席他首次参加的北美领导人峰会 H1N1流感贸易和墨西哥的缉毒战争都是首要议题 预计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领导人将提出一份共同应对H1N1流感传播的方案 但是在其他议题上存在的分歧更多一些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星期日晚些时候向奥巴马表示 美国应加快向墨西哥提供已经承诺的14亿美元援助 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 其中大约1亿美元的资金被拖延 因为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有关墨西哥军队践踏人权的指控感到担忧 在两人大约45分钟的会晤中 奥巴马向卡尔德龙表示 坚决支持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 同时也强调人权的重要